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我是欣欣教授安格斯 看到春這個字 什麼意思 不是春才剛剛到而已 才春節剛過嗎 不是 今天早上 平常有瀨床習慣的安格斯 被一聲春雷打醒 然後我還以為外面在放鞭炮 好 總之春天正式的到來 雖然今天天氣會變冷 不過大家要多穿一點 迎接春天的到來 我們講到努力認真 都會有收穫 但是努力認真 會不會收穫加倍呢 我們講到有三個星座 如果真的收穫就會應責加倍 所以我們講到第三名 是獅子座 獅子座我們要提醒幾個原則是 我們當然知道獅子座 是一個光輝燦爛的 你很顯眼的 把它放在一個人群之中 上萬人之中就一隻獅子 你還是可以很容易的注意到它 講到獅子座光芒璀璨 反而要練習的是低調苦幹 那買手中能出頭這個道理 其實獅子座無需大張旗鼓 要拋開一些面子的迷思 因為畢竟得到禮子比較重要 當然講到獅子座 我們給大家一些現成範例 看看你聽到它會不會覺得 我們全家都認識它 你看張小燕 小燕姐對不對 我們直接這個 那我們再講到鳳飛飛 商會妹 王妃 你看是不是都是天后級的 可是這些天后們 在這麼沉名之前 她都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考驗 這也提醒了獅子座 既得努力認真會加倍 所以前面低調買手苦幹點 後面收穫自然就會來 接下來講到第二名的星座 是摩羯座 摩羯座不是已經夠努力了嗎 對 摩羯座的努力是努力 可是有時候收穫能不能加倍 那關鍵就決定在這裡 摩羯座不要為雜事困擾 也不要為雜事分心 記得兩個字 權財才是指標 好 權就是權利 財就是財富 這兩個東西其實很簡單 那我們當然知道 摩羯在生活之中 一樣要談戀愛 一樣會有交友的問題 一樣會有小人的問題困擾他 但是摩羯要淡淡的 去看這一切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摩羯座 我們舉個例子 像周董 周杰倫 或是像是 比如說感覺國外的金凱瑞 就是等於是我們這邊 有周星馳嗎 一樣的道理 他們對很多事情都淡然以對 所以心機主要花在事業上 不要花在其他地方 收穫就會加倍了 那我們今天要講到 努力 認真 會加倍的 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是天蠍座 天蠍座本來就挺努力的 不過天蠍座因為有水象星座 敏感體質 所以他們感性的部分很多 記得天蠍座不要因此而亂的 邏輯 亂的耐性 只要維持住這個邏輯 一步一步照計畫走 訂立一個目標 不要被任何事影響 第二個就是耐性 那失敗後常常能翻身 所以天蠍座面對一件事情的 失敗與挫折 千萬不要因此就被打倒 照著步驟計畫走 幸運終能降臨 就像我們的天蠍座 國譜孫中山先生一樣 不管革命失敗幾次 終究會成功 所以努力認真 會加倍前三名 大家聽清楚了沒 希望大家都能得到豐碩的成果 我是新鮮教室安格斯 咱們明天見